今晚開戰吧 小梁哥 就說了嘛 男人該點點的時刻 前兩天又被我遇到了 怎麼了 又發生什麼事了 講快一點 就是我的姊妹嘛 對不對 那天開車載她喝醉酒的老公 喝醉的還在旁邊一直唸 這裡可以踩煞車 慢一點 慢一點 快快快 快快 怎麼講得我好有感覺 什麼感覺 快慢一點 但是我這個姊妹還是非常有風度 就是很淡定的一言不發這樣 對 你看她老公也是為了大家的安全 對不對 何況妳的姊妹也沒有說什麼 那就是 所以說點點的時候就該點點 這時候壓倒駱駝的最後跟稻草就來了 她沒有點點 她還在醫生那邊講說 你們女生就是不會開車 要是我來開的話 一定又快又穩 荒謬 怎麼會有男生說自己快呢 就是你 所以了啦 到底是各自忙碌的人氣比較幸福呢 還是說從夾縫中偷閒的人氣才有小確信呢 歡迎收看今晚開禮戰吧 今天歡迎甩開老公 經常甩開老公 比單身還單身的偉 單身人氣 真的嗎 歡迎我們老公年TT 又愛管東管西的 不得閒人氣有請 嗨 還有邱鳴醫師歡迎 你好 其實這裡有結過婚的人都懂 有些時刻就是要擁有一個人的時光 更加地開心 這你應該比誰都還理解吧 對不對 人家說小別勝新歡 這句話沒有錯 勝新歡 是新婚喔 新婚 新婚 還說得妙 新婚 對 小別勝新婚 對 但我跟你講大別就像離婚 所以那個 尺度要抓得剛剛好 但因為結了婚你就要忙老公了嘛 忙小孩 對 忽略公婆的感受 很多事 但有時候你的另外一半又很幼稚的時候 你就等於是帶了兩個小孩 對不對 對啊 又不是就是豬隊友的時候就很狂 真的 但有網友就講了 說他老公每天下班回到家 就是一副老爺樣 要用的東西也不是自己去找 然後呢 就左一句 老婆東西在哪裡 右一句 老婆你幫我找一下什麼 明明在忙 也要放下手邊的工作 就去照顧他幫他找東西 累死 我們根本就沒有被呵護的感覺 沒錯 剛剛在蕾的時候 製作人就叫我少發言 因為今天我是全民公敵 對啊 大家會衝著我 你就跟著邱醫師走就好了 邱醫師還不會站在我這一天 我們家今天會導成這樣 邱醫師有很大漫的責任 一點點一點責任 為什麼 他們真的不壞我們家庭的人 一開始問一下大家 就是一天24小時 就希望老公消失 23小時又59分又59秒嗎 請舉牌 請永遠的消失 平常也不用太講話 就傳個簡訊 你說還多對不對 抓一秒混在桿就可以了 夠夠了 一秒夠 妳還有什麼話要講嗎 這不是正反兩面嗎 怎麼這邊全部都站著 沒有 我們今天就是 都已經是被另外一半弄到很煩的人妻 只有分兩種 一種是自己會找樂趣的人妻 一種是還在痛苦生院裡 痛苦生 但現場沒有開心的人妻 你有發現 不要說現場的 整棟大樓都沒有 我跟你講 當然就是愛自己一個人時光 你敢講你不喜歡一個人時光 當然有時候一個人真的是很開心 你知道嗎 那種忙裡偷閒 因為有時候另一半走過來 你就不知道為什麼 你血壓就會升高 你爸都會 可是這個事情 你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婚姻就是一場戲 所以你回到家 你是會像那個大爺一樣嗎 不可能 我們家剛好是反過來 是嗎 我老婆是大勒勒的個性 是她問我 這個在哪裡 那個在哪裡 然後我去找給她 然後有時候還利誘我們說 誰先找到的一盒樂糕 我跟我兒子就一直去找這樣 你好容易被收買 好幼稚耶你 那我們聽聽 又雲的看法 又雲 您那邊收集的資料怎麼寫 好的 情報戰大調查 節目與網路各大社團 合作問卷調查 讓所有粉絲觀眾 都有機會發表你的意見 而今天將由特派員又雲 為網友們說出心底話喔 根據今晚開始把官方粉絲團 還有網路社團 靠北婚姻社團討論區 結果調查顯示 人妻到底需不需要 一個人的單身時光呢 答案是 百分之百 每所做的人妻都需要 他們表示說 最喜歡聽到的字眼包含就是說 老公說我今晚出差 立刻把酒開起來追劇追整晚 所以大家都很喜歡這種 浮身半日顯的感覺呢 真的 要 酒開下去 張惠妹的一個人跳舞放下去 好像有點舊了這個 對 對 大家都說婚後男人愛放風 女人才該放風好嗎 你以為元甄喜歡上通告 怎麼了 還不是 怎麼了 她是因為接了工作 就可以從台中到台北 放風 對 非常珍惜就是出來工作的日子 像現在開始 我不知道為什麼每次錄完影 我精神都特別好 特別興奮 所以我都會跟經紀人 就是已經計劃好 我這一整天 因為我只會跟老公交代說 我今天有工作 所以我從出門開始的時候 我就會開始把今天的時間都拍滿 像就待會還可以去看什麼展 就是很難得有機會 可以拋夫妻子的出來 就是一個人享樂 後來還會跟經紀人 就是約去上課 就是烘焙課 反正我只是想要耗時間 不想回家 後來要等到那個最後一班高鐵的時間 才要離開 她這種心情我很懂 因為我現在就是處於這樣的生活 我就是這樣 因為錄影大部分都二三四 對不對 那我老婆就嫌我髒 就說我們每天在這邊錄影 然後就說 那你就不要回來 那你就乾脆禮拜六 禮拜天 再住兩天對不對 自己隔離 看說沒狀況 退房 然後快篩 覺得OK 篩出來還是一線巨星 那你再回家 所以她那種感覺 我真的很瞭解 所以你現在很開心是不是 沒有 我真的很想家 你知道嗎 我是長生小孩 你知道嗎 我還是要回家 萬一我回家 那爸爸叫我叔叔怎麼辦 我還是要回去啊 我去年就拍了一檔戲 然後剛好是在宜蘭 就是主要的場景在宜蘭 那我們在礁溪就有一間湯屋 然後那時候其實就是提早收工 那提早收工 因為想說老公也不在 在出差嘛 然後小孩就叫阿嬤先去帶 然後就想說 要早一點回家呢 還是怎麼樣 然後後來就自然而然 就開到我自己的湯屋去 去想一想 到底要不要早點回家 不會 就是開到湯屋去 就是紓壓一下 比方說我可能泡個湯 然後就是享受一下 聽個音樂 然後偶爾可能小酌一下 就買個附近的滷味 小吃 然後再卸完妝 然後就是一身輕 然後再真的開回到那個 就是兒子的外婆家 再去接小孩回家這樣 你是不是覺得這樣子 就很讚嗎 對 對不對 然後偶爾平常 比方說小孩去上學了 然後我也想說 在家也沒事 那好吧 就一路就開去 平日其實也不會塞車 對 就開到礁溪其實也不過 就是差不多40分鐘左右 礁溪會經過新店對不對 要載你 要載你 好 下次我們就直接好不好 約好 可以約好一起去這樣子 就是媽媽忙裡偷個小小的 一點點鹹的感覺 人妻很喜歡搞這一套 怎樣 我們那時候拍戲也是 我們那時候搞這一套 還不是你們逼的 對 那個玉芳姐 那個何如雲姐 那些姐 也是一樣 我們在宜蘭一個民宿拍 明明那個收工還天亮 印跟打電話回家裡說 他們要住在這裡一晚 第二天還要拍 沒有拍 沒有拍 你就知道了 沒有拍 你給人家講出來 沒有拍 第二天還是有拍一點點 對啊 所以他們都不要這樣趕來趕去 就在那邊注意 沒錯 很合理 合理 我的部分是 我們家有一個白板 大概就這麼大的白板 上面會寫說 Terry的行程 然後美玲的行程 方便要讓婆婆看說 我們兩個今天有什麼工作 他就不用每天一直問 然後我老公看到我放假 我就完了 我就要變那種免費雇車員 因為之前他有一次 他只是去買個火鍋材料 停在門口 被拖著 他說我們那天晚餐 那四五千塊 我說那麼貴 我們家的 龍蝦鮑魚這種都買了吧 我們要共同承擔 你知道嗎 我想說好吧 那他就說那你明天放假 他說對 那我明天要去銀行 我說你去銀行 然後咧 你可以在車上幫我雇車嗎 所以妳的顧車員是這樣 對 就是他的免費顧車員 而且妳要不要 就直接開到礁石 我那個礁石 礁石給我 這是礁石觀光大使 對 然後我就心想說我放假 他說沒關係 反正妳也可以在車上看手機 看那個看妳的劇本 我想不可以在家裡看手機 對 我就很想在家 我可以好好的 就是躺在沙發上翹腳嗎 他說不行 妳就陪我去 因為他只要去銀行 就是去好幾家 然後順便辦一些事情 七千 然後想說 妳有這種錢 不然好幾家幹嘛 沒有 因為有很多業務要跑 他就是趁一次 然後順便去存支票 我們就是工作彼此忙 他就是能夠見到面 或是可以在同一個空間時間不多 最怕這種好煩喔 對 然後再來就是 要不然就是 我們兩個就是 就不能對到眼一對到眼就說 妳下午有空我走 我們來去健身房 對啊 是我還能說 好 健身房 然後我想說 至少我還可以戴起耳機 要踩滑布機 我可以追劇吧 沒有 他就跑到我旁邊這一台 我跟你講那個什麼什麼 我們來討論一下 然後我就覺得 夠了沒 我只是想要擁有 我短暫的追劇人生 我就是只有踩滑布機的時候 可以好好看劇 去放空一下 放空 然後妳都要來找我 我們理解就是那種黏梯梯 妳轉到哪裡都看到她 後來我就是忙裡偷閒 我說不行不行 我一定要出門 我就 老公我最近頭髮就是長出來布丁 我要去染頭髮 合理吧 這個理由 他說好啊 好像也該整理了 然後我就會先約好 我的那個美髮師 我說妳今天幾點有空這樣 他說我大概十點就到 然後我九點就去報道了 然後我說妳那麼早來幹嘛 我們先吃早餐嘛 我就買了她的咖啡 我的咖啡我就開始聊 好 時間到了就開始弄了 對 弄到中午我就說 我還不想回家 妳要不要吃什麼 下午茶好不好 我就開始在她的店裡 就是做我想做的事情這樣 然後隨著時間 就是一點一滴的流逝 下午兩點 三點 我老公就說 妳不是去弄頭髮 怎麼弄那麼久 女生染頭髮弄頭髮 至少八個小時前 這是真的 撿起來 快點給我老公看 是不是要花很多時間 我說沒有 因為你知道女生頭髮長 就是要挑軟什麼的 就會花比較多時間 然後我想說她應該就放過我 不過她可以自己 慢慢坐車回家 她說 那妳大概還要多久 我去接妳 我真的有時候很想要就是 逛街 妳們怎麼都那麼煩 就是夠控制 妳知道嗎 像最近不是疫情 疫情也是 那我兒子說 頭髮長了嘛 那每天小男生跑來跑去 滿頭都是汗這樣 她說頭髮那麼長 就剪一剪這樣 老婆說不行 外面這個 怎麼可能去外面剪頭髮呢 我說那沒關係 那就不要剪了 她是不是怕剪出來的效果 跟你一樣 不是 我就說 那就不要剪了 真的 我跟你講 後來她就自己上網 買了一個推子 然後說要幫我兒子剪 我說妳不要開玩笑 我寧願她長 頭髮很長 不修蝙蝠 也不要說妳剃的 跟狗啃的一樣 她就硬要買回來剪 剪完了 但至少她是安全的 為什麼硬要考這樣呢 沒差 因為她自己剪也是狗啃 你出去花錢剪 你也是狗啃的 有差嗎 我不能同意 因為你可能 侮辱到其他的設計師 不是 我如果說對 那就不好 我覺得你的設計師 真的是很辛苦 我的設計師跟黃小柔 顏麗婷 一些都同一個 那就是顏值的問題 他們的頭髮是合 麗菲想聊什麼 我老公最近都沒戲拍 所以在家休息 然後最近又迷上打電動 所以她就常常都在客廳 然後女兒又停客 所以你看有一個大的 有一個小的在家 然後我就會很忙 就要一直顧他們兩個 所以我現在都會叫我經紀人 盡量幫我排通告 都在第一場 為什麼要第一場呢 因為第一場通常可能十點 十點半要到嘛 那可能就錄到十二點多 或一點 所以我就可以不用做中販 所以我那一天 就剛好是錄第一場 然後我大概十二點就錄完了 我想說太好了 我就不想回去 放風時間 我就打給我老公說 我已經錄完了 但是因為我護照快到期了 所以我要去拍照 拍完照 我要去辦一些事情 我說那你就 你們兩個就自己 處理中販的事嘛 女孩子拍護照照片 大概都要四個鐘頭 戀口 我跟你說 你現在拍護照幹嘛 你是要去哪 我跟你講 可以重磨 那個護照 那個照片要用很多年 對 拍得很美 沒錯 有時候臨時要用 你又不知道什麼時候要弄好 多臨時 就是很臨時 都不好 然後我就跟我老公講 我說那我去拍那個護照的照片 他說那你拍完就可以回來 我剛好滷了肉 我來煎一下 我們就可以一起吃飯 不要在外面吃 現在很危險 我說不用 沒關係 我會在外面找一個很空曠的地方 我自己買東西 自己一個人 不用 我就是一個冒險 冒險的女人 我就有去吃 她說 好 那妳儘快回來 我想說 我怎麼 我怎麼可能儘快回去呢 就是喔 然後我就後來 我就找到我一個姐妹 我就說 你在家嗎 對 我在家 我說那我馬上買好吃的去她家 而且在她家待了一整天 好開心喔 然後就搞了大概六點多 然後我才回家 有吵架嗎 沒有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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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媽的 就真的都要 第一場通告 搞到下午六點回來 就像我那時候也是 我說 因為我在錄故事的Podcast 我說我已經遇到瓶頸了 我不知道要講什麼故事 他說我就講故事嗎 你有什麼瓶頸 我說我想要找我經紀人好好聊 我說我就 我們在外面聊會比較 比較好這樣 我就出去聊 那其實我沒有去聊天 我覺得那天就預約了做SPA 然後做指甲 去好好的放鬆 我覺得大概抓四點 可以回去接小孩嘛 可是我就over time 我大概快六點才結束 然後五點多的時候 我就跟她講說 我真的來不及 你就去接小孩 結果她就怪怪的 去接小孩 要晚餐也是她弄 然後大概八點才慢慢的 就回到家 對 就是說真的聊太多了 因為真的有很多很多想法這樣 結果我的Podcast還是很一般 我好像沒在聽 邱醫師 麻煩你告訴一下大家 就是說不給老婆放風 下場有多可怕 其實到底這個夫妻之間 是要讓彼此放風 還是年輕在一起讓對方中風 簡單的是說你要放風 還是要我們發風嗎 你選一個 或是中風 中風 這個是個更古難題 不過這個問題 我們可以跟動物學習 就是生物學家也研究刺蝟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養過刺蝟 那刺蝟呢 誰會養刺蝟 有啊 我們叫做有 我真的沒有東西聊了 我真的要想誰會養刺蝟 小燕哥 你不要把思願放 不好意思 對他有點個人情緒不好意思 所以他們觀察刺蝟 在冬天的戶外 因為很冷 那他們想要靠在一起取暖 可是因為身上有刺 靠在一起太密集的話 又會刺到對方 所以這樣反反覆覆 終於取得一個很合適的距離 那這個距離呢 其實我們在生物學上叫做 個體距離 很少人聽就是千萬一千 在脫衣服幹什麼 不是 那個造型師說怕我老人會冷 給我猜那麼多件 熱死了 所以其實我們人身上 也是跟刺蝟一樣有刺 這個刺就是我們的個性 我們的習性 跟我們一些特殊的癖 所以夫妻之間 雖然是一個共同體 但是也要有個體的距離 雖然現在在疫情的情況底下 但總有一定會解禁 如果全球疫情突然舒緩 你最想去哪一種旅遊 給大家四個選項 天啊 一種是血拼之旅 我想都不用想 真的 不用想 第二個是放空之旅 第三個是浪漫之旅 浪漫之旅不是又要跟另外一半 對 好賣 第四個知性之旅 誰要請 請舉牌 你們這是放空 放空 放空 放空越好 你不要作假見證 雪拼要花錢 誰說雪拼要花錢 我去看看不行嗎 雪拼之旅就是要去買東西 不是看而已 我知道 我如果出去玩 我會把一整天排得還滿有內容的 所以它是觀光客之旅 對 對 先從3開始看浪漫之旅 選浪漫之旅3的你的幸福指數是 有點不及格40分 為什麼呢 因為你會覺得對方對你最近關心度不夠 所謂的就是缺什麼想要補什麼 所以就是在生活當中 婚姻當中浪漫不夠 所以才想要刻意的安排一個浪漫之旅 個性比較主動那個人 就可以安排一些小驚喜 讓對方有浪漫的感覺 好再來看四 知性之旅 這個浪漫的指數還不錯 65 剩下兩個會不會是很低的 對 就是因為你跟另外一半像室友的關係 其實婚姻是三種關係 一個是愛情 一個親情 一個是友情 那你們可能這個愛情的部分 比較欠缺一點 所以還是要加油 再來我們看一寫拼之旅 好 恭喜你的幸福指數 很高耶 90耶 完了 我們完了 不是 這個90 這個結論在我娘身上 是不是不太合理 應該是你吧 你都搬出去住了 防疫 防疫 但是還是有一個隱憂 就是可能最近欲望太多 就是什麼都有了 然後還想要寫拼 還想要更多的物質的東西 所以會建議選一的朋友 應該安排一個 可能到鄉鎮的地方 就是到郊西 鄉鎮 要寫出來 你住在一線城市 你可以去二線城市 不要這樣講 有些歐洲的鄉鎮城市 比較好拿包 我跟你講 真的 根本完全不用配 配什麼配 所以還是回到寫拼之旅 對 好 最後二 放空之旅 最多人選的 我本來選一跟二 這被我猜中了 很低耶 好 為什麼 因為你太關注自己的感受了 什麼意思 就是因為你覺得自己都沒有放空 那是不是都在關心自己 但是過度關心自己的人 其實他會焦慮 就會覺得不幸福 那當一個人 覺得自己不幸福的時候 別人沒辦法給你幸福了 對 所以應該適度地去關心別人的 你看看現場的 人親們高科 你怎麼樣 你怎麼樣 你那個還有網友呢 會有哪些時刻受不了老公在身邊 是不是可以公布一下 人親們在婚內單身喜悅度最高 我們剛剛有講到其實 偷到一點點空間 可以去追劇什麼 都會讓人妻覺得相當小確幸 這個佔了四顆星 那接下來滿心十顆星的就是 假日想睡睡到自然醒 老公不再睡到飽 就有人親講到就是說 平常追個句也要被老公念個老半天 假日他還不讓我睡飽 一早起來就在那邊講說要吃早餐 是沒有手不能進去做的 對 然後接下來還要公布呢 剛剛其實也有特別提到 很多人想要的就是 逛街或採買各式的家用品 有三顆星 還有享受拆包裹喜悅的時候 是七顆星 人妻就表示說 每天忙得要死 等到包裹寄來那個 拆東西的這個感覺 看到那個包這麼完美的模樣 心滿意足 有沒有這種老公不在的時候 想要好好大採買的心情呢 真的 人家期待下訂單之後 那個包裹到來的那一天 太香 像我也是用自己的錢 自己賺的錢買精品包 但是我很節制 我都是買四萬以下的 因為我們家的社區呢 就是如果有包裹來的話 他都會透過那個APP 然後通知我們 所以我跟我老公都有那個APP 同時收到 對 同時收到 然後上面還會寫說內容物 像我要買包包的話呢 我就不會寄到家裡 我會寄到就是可能便利商店 甚至有時候會寄到朋友的家 超商取貨 對 超商取貨 然後就會趁我老公不在的時候 或在睡午覺的時候 就是去超商取貨 因為我老公不是太會懂精品 他可能只會知道說 是新包包嗎 我說對 很便宜 就一兩千塊而已這樣 所以我通常都是 小老公就會買這種 不是很明顯的 妳好辛苦喔 就是不會很明顯的這種小包 就是沒有什麼LOGO的 就是我就會很開心 明明他一排的名字在上面 就會這樣背著 就是跟老公出去的時候 就會這樣背著 他都會就這樣背著 他我不會這樣反過來 妳真的好可愛喔 而且對啊 這很可愛啊 這是小的 就這種包就是買了 也不會就是很心透 妳現在應該被妳老婆 訓練到妳都會知道什麼牌子 其實我本來都不知道 後來我常去友台的一個節目以後 我開始有一點知道 妳知道對不對 妳老婆也是 包包真的是嚇死 好了 可以了 妳們不是在一起 一起約去買過 對啊 不是不是 我的很節制啊 就像我不可能花很多錢 所以我就是買這種小東西 然後還有因為我也不買高跟鞋 我喜歡平時都穿球鞋 然後我就會買很多很多球鞋 然後偏偏我老公就對球鞋很懂 因為男生嘛 像上次我就買了一雙 已經打完折的一個滑板鞋 才900塊能不買嗎 不買對不起 對啊 我就買了 然後那天我就以為我老公沒有發現 我就放在那個玄關 因為是新的嘛 就放在玄關上說 今天出去可以穿一下 結果我老公就看到說 新鞋 我說對啊 然後我只能摸摸說 才900塊能不能買嗎 他說買買買買買 對啊 900塊能不能買 妳紅色那一顆多少錢 它是那個 變形蟲 對 它有黑色跟紅色會覺得 而且它很低調 好像很可愛 適合夏天 真的 就不貴 你可以買十根都沒問題 這個夏天常常下雨 那個淋雨不是會 這四萬多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嗎 講說沒聽到吧 那立妃買很好啊 所以你老婆要的話可以嗎 好啊 不然怎麼辦 今天不用回家你 你今天不是真的不用回家 你不是都沒回家 對啊 所以重點他是花自己的錢 對 花自己的錢 但也不要買太多 對 就有時不時就拿出來 那我們會覺得說 奇怪這個 他說那個是以前的 很久以前買的 對這樣講的 後來我又去某節目看 奇怪他們介紹新品 怎麼拿出來 怎麼這個 怎麼覺得這個 這個我好像前兩天看到 怎麼會這樣 那我就回家問他 他說我看到那個 就是好像是新品 你不要一直問這些 有的沒的 他不是 那我們又流行懷 像比如說馬鞍包有沒有 之前流行過 現在又流行懷 我這個是之前買的 因為他如果比如說 有個新的什麼 他那一陣子就會一直揹 一定 因為想說都買了 萬一只要過季 又有人家說你過季 然後他就一直揹 那誰看不到 我們就是為了發現 你們一直揹 我們就一直買 就會一直換 不會一直揹 很合理 對不對 你就會說到底這個是真的 我混亂 對不對 你維基百科上面的專長 是不是 胡說八道 好啦 我跟你講 這個包包才貴好不好 對 沒有 像他們家的包 我覺得就是你經典不敗 你背到六七十歲 八十歲都還 全家寶 是不是都這樣子 那你老公會管嗎 他其實 他有時候連我的頭髮 稍微剪了或染了 他其實也不在 而且你今天怎麼看起來 不太一樣 變胖了 對嗎 好煩喔 好煩喔 所以比方說像我 其實也很喜歡 買一些小東西 然後就會寄來家裡 那我的說法就是 沒有那個業配的啦 就是業配 這超好用的 搶送的 對...就這樣講就好了 對 但是如果買包包這件事情 就是你花多少錢 他還是會稍微 會嘻嘻黏就很煩 但他知道了它的價值嗎 就是他知道這包多少錢 他後來知道了 我為什麼會喜歡 他們家的包 你知道那個馬場很深嗎 對不對 他其實真的是學問 我說的是學問很深 對... 然後又剛好就是 真的很剛好 就是有在美國的朋友 他本身就是他們家 反正就是有優勢的那個 然後他就說 姐 我有一些包 然後我就是寄給我弟 然後你在看你要不要 這個朋友就是要留 要交 我告訴你 然後我都會趁我老公不在 他去出差 然後就要我接小孩嘛 但我就想說 那剛好他們那個 他弟弟他住在那個 學校的附近 就仁安路遠環的附近 然後我就說 好 那就約在那個 學校那個 英文班的轉角 對 然後就面交啊 開玩笑就面交對不對 一定要面交的 如果有多的 我跟Stacy可以去耶 好棒 我跟你講都不用排 你知道嗎 盡量不要聯絡 然後我就去 那天就是剛好 就是這個是今年 才剛剛拿到的 你看這顏色也是很美 好漂亮 是不是 然後就剛好就是 在那個轉角面交的時候 然後就好死不死 電話就響了 然後就是另外一台車 他也是來接小孩 我的朋友 我就說等一下 他說你在幹嘛 我說 面交也被你看到 然後他就說 在面交喔 然後等一下我下來看一下 我說好 我說不對啊 那你下來誰顧車 他說我老公 我說千萬不要讓你老公 知道我在面交 因為他跟我老公很熟 所以我跟他看那個 人妻們的小秘密 是不是就是這樣 好不好看 所以你自己說 你現在大概知道這個價位 在落在多少下 你知不知道這個 我都不知道 沒有他才一萬二而已 美金嗎 不到啦 不到 美金的話是不到 對啊 我跟你講有一次 我們就帶小孩去體驗嘛 說什麼挖地瓜拔蔥 他很棒啊 去啊對不對 然後我就看到我老婆呢 就是穿了一個平底鞋 是從一個黑色的盒子裡面拿出來 我說我們等一下是去採在田裡面 有土嘛 那你穿這個去 你這樣好嗎 你那個 沒事嘛 再買一雙就好了 不是我說你那個 起碼幾萬塊的鞋子 你這一身 然後外面還下雨這樣 他說沒有 沒有幾萬塊啊 什麼 我這一身幾十萬 我說 我在家裡講什麼 有耶 我那天看到你老婆 我跟她最好不要講 講了真的會讓人家睡不著 你知道嗎 你們是去哪裡 然後我看你老婆拿了一個 愛心的包包 那個是不是新的 超新 我跟你講 我大家都搶不到耶 我就說嘛 那個一定是要VVVVIP 才提早買得到的 天啊 我們都買不到耶 那個愛心的包包 對 所以 好羨慕Stacy 是不是 不要這樣搞 對不對 應該平常有在培養 這個朋友是不是要教 一定要教 不能斷線 這顆好漂亮 這顆超漂亮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其實我也是面教來的 這個 超可愛的 這顆 我跟你講 我跟你說 而且我跟你講 後來我老公知道 我就跟他講說 你買這個包是會增值的 我那天帶去另外一個節目 然後鑑定師他就直接講 這個現在六十幾萬 這顆一定要收 一定要收 拿到這個包比快上 應該陰性還要行 沒有 可不可以聊一些 大家聽了不會血壓包的 不是 我們收這個會增值的 賣出去是會賺錢的 我跟你講 他孤六十八對不對 跟我拿到的價格 起碼多了兩倍 好了 你要吃血壓藥了嗎 剛剛來之前有吃 女生呢 紓壓就是不是買包 就是買鞋就是開心 對啦 但你們怎麼會 是買咖啡粉 我本身是就是 比如說對衣服包包鞋子 這些物欲是沒有 完全沒有那個任何欲望 然後我就會 就是像家裡的有一些 像家用品 我就會上網團購 然後團購也是超倉取貨 我也不會讓他寄到家裡 就想要在他不知道的情況之下去 買一些買一些買一些 就說業配就好了 對 廠商業配 他會看我 他會看我的那個page 然後 沒差 你就假裝拍一天 對啊 對 然後 我發現就是有一次 因為我想說我們家都會喝咖啡 然後我就很想要去蒐集各種風味的 比如說他就是 不管是阿拉比卡 或者是 就是有一些不同地方的豆子 然後風味也不一樣 像我今天可能 起床我想要喝有點花香的 隔天我想有水果香的 或是有些堅果香奶油香的那種 我就很喜歡喝不同的風味 他不在的時候喝更有味道 對 然後 而且貴的還要留著自己喝 我買咖啡粉買到我認識就是 認識到那個 他就是進口中南美洲的咖啡商 然後你找他買又更便宜 然後有一次買到非常便宜的 然後就是那個知名巧克力品牌的那個豆子 然後它是什麼松露巧克力咖啡粉 聽起來就很讚啊 我就自己要獨享 對 早上獨享 早上起來我就覺得 有這一杯我就覺得 我今天會非常非常的開心 妳是很愛很愛研究咖啡豆子 我沒有很愛研究 但是我就是很喜歡喝不同風味的咖啡 認識很多就是經銷商 你就會可以喝各個國家的 不同風味的豆子 然後甚至就是他大哥 就是自己在咖啡店當店長這樣子 有一次他就我們在錄影的時候 我就在聊天就說 說我跟你講這邊 我就看他琳琅滿目 各種的風味我眼睛就亮了 但是我又不敢在我老公面前說 大哥...怎麼賣 我還私訊他說我要那個花神 然後什麼幫我留... 然後我還私下去找他拿 有很多這種 你看就是什麼模範生 就是有什麼可可奶油柑橘風味 什麼微微特南果這種 然後我就覺得每天喝不一樣的 我就覺得好開心 我是就是自己能力負擔得起的紓壓 因為我就是在... 對我很喜歡扭蛋 然後再把它扭下來 好可愛喔 因為這種... 怎麼有淡淡的憂傷 他就是會有一些活動 會有一些扭蛋展 後來我就會去轉我喜歡的 而且我有一陣子超迷這個杯原子 好可愛 對... 療癒啦 上千隻的杯原子 而且他每一個就是都一百二... 一起聊嘛 所以他又不懂你們男生啊 婚前轉扭蛋都說我很可愛啊 可是婚後轉扭蛋再說 你這不是有很多了 你還要轉嗎 對啊 這個很多了吧 他可以跟你聊 因為他有很多樂高 我老婆很喜歡這個... 蠟筆小新啊 對... 他晚上睡覺的時候可以沒有我 但不可以沒有蠟筆小新 天啊 這個真的是我們聽起來 目前聽起來是合理的 可是因為我老公就不懂啊 因為他說說 你可以不要再蒐集這些東西了嘛 可是就像男生 車子會出新款 我說有新款的車 你會不會想要 這個很好啊 所以他每一代都是不同的 所以我會去特別 蒐集他的特別版 對 而且我去看扭蛋展的時候 可能門票只花兩百塊 可是我進去可以花個三四千塊 我覺得你就讓你老公 跟小梁哥聊一聊 聊完之後他會非常慶幸 你喜歡的是扭蛋 真的 對... 對... 我有一次就... 他其實應該跟玉琴姐的老公聊一下 對... 我好想跟他說一下 這包包是投資 對... 可是我有試圖想讓老公了解說 這個有多可愛 所以我有一次讓他誤入我們姐妹的聚會 我們參加那個聚會 就是大家會帶自己的扭蛋來 好可愛喔 我想因為你有轉道了 可能我沒有 所以會互相拼起來 把它拼成一整組 所以就像... 你可以去那個中山地下街 他那邊有賣一整組的 不是... 我沒有自己有買的 那就沒有去 他要自己扭 要自己扭蛋 我們喝下午茶 我老公在旁邊的時候 就一路的翻白眼 說你們到底在幹什麼 快說那個光彩都會放在那個食物上面 好可愛喔 他整個參加過一次之後 他就不再阻止我這個行為 所以你應該是很希望你老婆是這樣 不是嗎 對... 可是這個我沒辦法接受 因為那個拿來吃的 你上面放這些東西 我真的這個我沒辦法 很乾淨的 對... 而且我們也是就是幫他拍照 我們這樣就很療癒了 而且我還會把它改成我朋友的樣子 因為我很多寵物的 不然我們就是互相 可能姐妹都喜歡扭蛋 所以就會改這個當禮物送給大家 這樣 不是很棒喔 這群姐妹她真的很賢慧 所以老公不會再搞我這件事 是我我也不會管 其實無論那個金額的高低 我覺得只要有自己的紓壓管道 其實自己花自己的錢滿足自己 這女兒有什麼好在那邊的 對... 我老婆也是常常講 就是說我自己買的嘛 對... 經濟獨立啊 可是家裡面 真的已經沒有地方放 我是說你要這個... 一定有... 你就把你的肋膏丟掉 就有地方放的 我跟你講一定有地方放的 你放心 對... 所以現在家裡只要有櫃子 都是她的東西 我一個影視歌三期的巨星 你知道嗎 你自己租一個倉庫放樂乾 不是 我的衣服 就是在儲藏室那邊有一個汗 汗嘎 然後就這樣掛 就那幾件 你的衣服有多到可以掛到一個汗嘎 我不相信 有些是儲藏師給的 然後我的內衣褲是用什麼 你知道嗎 用一個那個百貨公司的蹄袋放在那裡 真的 好吃 我下次拍給你看 對 你好適合隨時逃家 逃家 直接你戴內褲就看著就走 而且你那個內褲都汗給他 從哪裡走 你他的抱怨 你就把樂膏丟 丟很多地方可以放東西了 雲還有什麼要聊的嗎 好 那接下來最後這一個呢 聽起來有點淡淡的哀傷 就是正在訓斥 正在歡的小孩子的時候 如果老公可以原地消失 人妻就有五顆星的雀躍程度 人妻這邊就表示說 因為每一次在教訓小朋友的時候 只要語氣稍微上癢一點 大聲一點 兇一點點 老公的臉色就會立刻變 然後說 你以前不是這個樣子的 你現在為什麼對小孩這麼兇 你怎麼現在變得這麼沒有耐性 請問一下大家 也有遇過這種 覺得老公愛手愛腳 根本就是豬隊友的情況嗎 對啊 玉琳姐 你會覺得老公是愛手愛腳的生活嗎 完全 你知道只要他不在 因為我們家兒子 只要跟他講說 10點一定要上床睡覺 然後幾點一定要去洗澡 就乖乖的 我老公一回來 那就不得了了 爸爸 你今天要跟我洗澡 然後他爸爸就是 一直坐在沙發在那邊玩他的三國 他說等一下 好 等一下爸爸陪你洗 然後動不動你就會聽到 爸爸 你不是說要陪我洗澡 然後爸爸說好 差不多10點半進去洗澡 睡覺是不是就已經差不多11點了 我想說他們進去洗澡 那我也去洗澡 女生洗得比較久 然後男生都已經洗完了 要回來在床上 應該要安安靜靜的 沒有 我的浴室門一打開 兩個在那邊給我玩枕頭站 是不是 然後有時候玩到 不行 因為爸爸的力氣比較大 我兒子10歲 你有時候玩太用力 我兒子有時候會哭 你知道嗎 然後我一出來 我就整個大火大 我說你們在幹嘛 我叫你們睡覺 然後就會被我罵 然後他最常講一句是什麼 他就跟我兒子講說 你看 又害我被媽媽罵 他就是每一次都這樣子講 所以我真的覺得 你只要出現一秒鐘 你有回來就好 那個就是洗澡這件事情 睡覺這件事情 我們來就好 我們處理 你看 真的 不是 很像火大 標準 那火大完了之後 就會拿起手機問Sales說 最近有什麼包包嗎 對 這就是我們悬崖的管道 對 深夜時刻就要看到 你不要把一種犯罪行為 講得順理成章 沒有 每次都給我們合理的理由買包 真的 有時候老公在家 你要在家 你就要做事情 你不要坐在那邊 做你自己的事情 然後又不幫家裡 像前幾天 我女兒 就是我們8點送她去學校 然後9點 我就接到通知說 班上有人確診 就要立刻把小孩接回家 然後那時候9點 我正在看醫生 所以我老公沒事 他就去接我女兒回家 然後回到家 你是不是 所有的睡袋 什麼書包 你都要先消毒一下 然後衣服換下來 就要馬上幫我女兒洗澡 結果我就是一知道說 我們可能要三家四全家 所以我就立刻看完醫生 就去騎著我的電動腳踏車 就去買菜 然後一整個籃子都是菜 然後就這樣很辛苦 然後回到家之後 一打開門 我老公在打電動 然後女兒的衣服 都沒有換下來 他就在那邊玩樂高 然後睡袋什麼 都在地上 不然就是在桌上 然後我就火就上 請問你們在幹嘛 他說沒有啊 我有噴啊 我說噴什麼 酒精啊 然後我就偷偷問女兒說 爸爸有沒有噴 他說沒有耶 就沒有做啊 然後我就想說 好 算了 我就趕快先 因為那時候差不多幾點都 我要做中飯了 就趕快弄一弄一弄 做牛肉湯 做完之後呢 我老公就喝了一口牛肉湯 說味道不夠 他說我跟你說 你牛肉一定沒有醃過對不對 還是沒有燙過 然後就講了一大堆 然後我心裡想說 那你為什麼自己不做 他一句話這樣一出來 我就覺得說 我手機拿出來說 有四萬塊以下的包包 對 立刻馬上買兩個 就覺得說 老公你不要在家 我反而比較輕鬆 我覺得我跟我老公的工作時間 配合得很好 因為我們錄影 大概都是平常日 我老公的工作 就是週六 週日轉播 所以我們碰不到面 所以他只要一出門 我跟女兒就很開心 就覺得 直接變成度假模式 完全羨慕 對啊 超好 可是因為現在疫情 也不能跑出去 所以我就會在陽台 我就買了那個 很大的那個充氣泳池 然後兩個就放水 換泳衣在家裡樓上 就開始玩水 很好 後來我們就 她媽媽怎麼沒有換 我剛才拍照 後來我們就訂披薩回來吃 反正就是寶貝 好開心喔 好可愛 對 在浴缸裡面就會這樣 泡熱水找吃冰淇淋 你看 只有母女的時間有多開心 真的 還出太陽 而且這樣老公不在的時候 才能做 因為我不知道她什麼 潔癖的習慣 就希望 爸爸回來就打雷了 我跟你講 因為她說地板是乾的 怎麼可能 所以她只要不在的時候 我甚至還買兩支空氣水槍 她常常可以背著的那一種 跟我女兒在那裡是平常的 好開心喔 就到回來之前 恢復原一樣 對 就是平常壓力很大 而且我女兒現在才四歲 她已經懂得 爸爸不在的模式 才可以走這次 她真的讓我兩個很乖 她都還跟爸爸講說 媽媽沒有吃零食 媽媽沒有玩 好可愛喔 妳臉好聽妳喔 好可愛喔 小孩都會這樣講 我們沒有喝珍珠奶茶 就是要喝 所以告訴各位老公們 這人妻的壓力真的 心理壓力超大好不好 不要再愛手愛腳 變豬隊友 妳就變神隊友 好好幫忙 適當的距離 我們買包 不要再管我們了好不好 真的 所以要請這個邱永玲醫師來 幫人妻們測一下 我們的婚內壓力度 是甚麼 好 我們來做一個 這個投射室的心理測驗 來看一下這個圖 這個是一男一女 那妳認為這兩個人的關係是甚麼 還有他們在耳語悄悄話說些甚麼 給大家四個選項 第一個選項 他們的關係是夫妻 然後是老婆說 老公 我有了 還是二 他們是同事關係 然後說 你知道嗎 總經理被換掉了 還是三 他們是手足的關係 他們說 爸爸在外面有小三耶 好勁爆 還是四 他們是同學關係 你知道嗎 班長這次考第一名 他是靠作弊的 請舉牌 直覺你覺得是哪一個 直覺喔 2 1 3 2 4沒有人選 現在看4 婚內壓力是來自於 信任感不足 所以可能你們最近有很多事情 互相隱瞞 明明是買的包 說是業配來的 對不對 那應該從小事開始 去贏得對方的信任感 對對方坦白 可是我們講的 買了什麼包 他們就會生氣 對 很值得生氣 就會念很久 這個 這個時候老公就要說 其實我也偷偷幫我的車 換了輪圈 互相交換一下 好 再來看3 手足關係 婚內壓力是來自於 缺乏心靈的溝通 特別是有了小孩之後 焦點都是在小孩的身上 對 小孩的健康 小孩的學業 都沒有好好的眼睛看對方 所以這個時候應該好好 安排一個泡湯之力 我個人是覺得 不太需要什麼事情 買包就好 他們現在看對方都用瞪了 好 等一下跟2 同事關係 那你們的婚內壓力是來自於 可能最近 或者是已經發生了 有一個大事情發生了 小孩子考試考得不好 或者是說 對方的工作有一個重大的改變 那這些事情造成你們的 壓力值會提高 好 最後一個1 夫妻關係 1很多 很多 最近比較缺乏激情跟浪漫 每天馬上先拿好激情 很激情跟浪漫 不然你來做吧 真的 一個人很流離 對啊 不然你下次把咖啡粉 灑在她身上 怎麼這麼激情 不是 不知道這樣子 很激情 要灑在湯屋一起泡 對 所以了解了自己 婚內壓力是來自於哪裡 就要好好的去解決去努力 好的 今天聊那麼多 還是要提醒各位老公 對不對 夫妻相處也要製造浪漫 對不對 就像陳惠霖那一首歌 對不對 還有良好的溝通 偶爾給老婆一點自由的空間 才會有助於婚姻的平衡 你是不是在跟自己精神好 對 我也是在鼓勵我自己 好的 電視機前面的老公 共勉之 加油 這個Happy Wife Happy Life OK 現在謝謝大家的分享 喜歡我們的節目 歡迎上我們的粉絲團 按讚留言跟分享出去 謝謝大家 謝謝 讓你總是被承擔 新時代互動是綜藝 快快來訂閱 按下小鈴鐺喔 小鈴鐺喔